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英 你别看这个总统当上了 但是下边说老实话难题真不少 一个是北京的习近平 还有一个的话大概应该是 未来的要当选的美国总统 这三位的话在面临台湾这个问题上的话 大概都会有说不了料的时候 那先说小英 这个蔡英文的话呢 其实作为政治家来讲 他是很务实的一个人 他大概和前面的阿扁 会有很大差别 但是呢 这个不管他怎么务实 他现在有些问题大概都很难回避 因为就台湾而言呢 这个兰丽之间的这种分裂 这个分裂的话有来也有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详细去分析 总的说呢 现在是这么个状态 就是中华民族 这个中华民国作为一块招牌 现在的确在新当选的民进长那儿 已经是越来越是一块 这个有个大概是要 刚才有人谈到了 这次16号在整个小英的那个竞选总部 那个地方 最后当然是万众欢腾了 但是一面中华民国的国际都没有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情况的话呢 还有一个细节大家注意没有 就是这个小英在发表 他那个竞选感言 这个过程当中 中华民国这个词 一次也没有用 他在反反复地讲台湾 反反复地讲台湾这个国家 这就是要解答第一个问题 正面回答你的问题 他是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当然他在前面那个 这个国际技术导弹会上 他倒是用过两次中华民国这个词 那个大概是因为 毕竟是一个国际媒体的场合 他还要注意一下 这些技术 那他自己的获胜改言就非常明确了 这个词的话 一次都没有 那这里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从长远来的话 当然涉及到民进党 从他这个99年 那个台湾前途决议文 到后边 他整个这个党的这样一个主张的话 确实就是一个 这个独立主张 这个不讲 那现在就他来讲的话 现在上来了 重新这个 这个叫做重新执政了 他面对的对岸 面对的这样一个情况 他怎么来处理 一个方面大家会想 他自然会误实 比如说他提到了 那他会遵学台湾现行的 宪法制度 是吧 这个同时考虑了台湾民意 然后的话呢 和对岸的话来打交道 他说了我不会挑衅 是吧 不会有意外 这都是他自己用的原词 是吧 那当然在这个场合的话 这么讲 可以说的话 这个问题他是有充分的意识 但是同时也在讲 是吧 那么对岸的话 要尊重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的尊严 尊重我们的对等 是吧 要不要去打压我们 就是在他这次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国际 国际那个招待会上 他是在强调这个意思 这我就讲的话呢 作为总统来讲 那么他现在必然要面临的 岛内方方面的压力 是吧 从务实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和对岸的这个经济 经贸方面的来往 过去已经发展这么多年了 他不可能一下 把这个全部全部弄掉 而且他又面临一个的话呢 这个他自己这个党内也好 还有台湾的新生力量也好 就像刚才来说 现在实际上是个天然 这个状态已经是个状态 对吧 他怎么来面对这样 来自岛内的压力 他又要怎么去想办法 和对岸的话呢 他要巧妙地去周旋 这对他来讲的话 这个压力非常之重 他能不能做到 不好说 这是他所面临的一个挑战 我想的话呢 当了总统 固然是好事 但是有他睡不着觉的时候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涉及到习近平 习中央 这一块的话呢 大概是让小英 以后会更加睡不着的一块 对吧 习这边的话呢 我基本上 这个同意刚才伟东那个说法 就是也曾 顺平这个观点 我也是赞成 就是说 这个实现统一 这应该是习 自己在任上 要拿下这个目标 这个点的话呢 如果我们从他现在的 这个党务中心 和他这个红色帝国 大的框架来看 这件事情的话 他大概是志在毙他 刚才有人说到了 说他这个 今年以来 这个经济上很糟糕 出了很多问题 他大概自顾不暇 才顾上这个事情 但我看可能恰恰相反 正确实是因为 他这个现在 在这个危险经济上 有些问题 是吧 是个构成挑战 那他也可能 还就真的把这个 把这个台湾问题的话 尽早提上这种 当作他 摆脱这些问题的 一种方式 这都有可能的 所以无论是说 从成就个人的历史功名 从毛邓 到他这个地方 是吧 把这个台湾的问题 最终解决 就像刚才说的 这是自这个康熙以来的 是吧 那么他就是 他就是第二位 更何况的话 他现在确实还有一个 全球战略问题 这个全球战略的话 今天没时间讲 他总的说的话 是和美国人在较劲 这个较劲的话 是一个全球性的 那么台湾问题 如果拿下来 一个方面 他在国内的这个 这种民心 这合法性 完全不可同论 另外就是从 这个全球战略角度来看 一旦真的台湾回来了 那么南海问题也好 亚洲问题也好 更大的问题也好 那么他的这个 这个情况又不一样 这是从 最他有力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件事就为什么 事败比特 但是这件事也很难 因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人也看到这点 我记得上回 跟盛平聊过这个问题 盛平的话 当然这个思路不大一样 他是在强调 美国人落跑可能会放弃 原来他就放弃了 是吧 那我记得上回 这个这个发言当中 我也是谈了一些观点 我说如果说当时 美国人可能不觉得 这是怎么样 他可能不骗他 现在情况不一样 现在美国人的话呢 他把这个崇尔万亚太 把他的海空力量的 60%要割回来 是吧 其实包含着一个 他对于这样一个 政策迅速崛起当中的 中国的一种担忧 我们还不说这个担忧的话呢 这个包含党国层面 和民族国家层面 很复杂的内容 美国人至少知道 作为一个 这个正在崛起 这么个大 特别是他正在挑战 原来这个传统的 这个南海和亚洲秩序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你要考虑 假如说台湾真的有可能 发生什么变动的话 那我相信美国人自己的话 也会把这个当做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要去真正考虑 那问题就在于的话 如果美国人介入了 在这个地方以后 发生真的发生冲凶 这个结局会是什么 现在其实的话呢 这个大家都在做 这方面的推演 我看这个 不论是中央电视台的 还是香港这个卫视 大家都在做这个推演 美国人也在推演 前不久 刚刚美国人有个报告 就是讲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的话 那美国人在介入 这个问题上的能力 到底现在有多大 和十年前相比 有什么变化 他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 假如正在台海地区 发生冲击 美国人现在大概 已经很难说 有绝对的胜存 如果在南海 就是距离中国海 更远些的地方的话 那大概美国人 还有这个把握 但是如果说 在台海地区的话 他现在他自己都不敢说 我有绝对的胜存 所以这块的话呢 我想这个 无论是美国也好 中南海也好 还是台湾也好 其实他们的战略机构 都在做这方面的推演 我相信是这样子 为什么说的话呢 这是我们下边 要看的一个局了 当然站在我们这个 教授教授教授 如果说中国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 从这个角度来讲 都希望这件事情的话呢 能够对推动中国的民主化 有一点作用 甚至成为某种 敲敲板 现在成为这样的敲敲板的话呢 台湾大概是一个 北朝鲜也可能是一个 南海问题也可能是一个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成为这种消息板 是吧 现在我们得看 需要分析 是吧 因为有各种可能 也可能的话呢 是习总在这个愿望实际上 真的把这个拿下来了 美国人最后的话呢 有限的干预也没怎么样 就如同说 普京就把黑面拿下来 又怎么样 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有这个可能 但是有没有可能说的话 最后这个事情的话 这个不管说 习总要采用什么样的办法 我是直接的军事介入 还是说我采用某种巧妙的方式 说我制造一个借口 然后我才介入 但是最终的结果的话 是真的产生冲突 而冲突结果的话呢 假设 这个习总又没有 没有那个真的得手 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确实局势的演变会更为难 会不会成为中国民主化 转型当中的某种 巧巧板 或者某种突破梦 那不一定 所以我觉得现在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 它就不仅仅是一个 台湾岛内的政治问题 也不仅仅是一个 两岸之间的问题 这大概是一个全球性的 这么一个 一个博弈当中的一个点 谢谢大家